这是警方抓捕人贩子的真实画面 面对审讯 视频中的妇女仅仅抱着怀里的婴儿 显得可怀紧张 奇怪的是 这些婴儿不仅不哭不闹 还一直老老实实的熟睡 原来他们全部被人贩子为了大量还没药 然后事情曝光后 人贩子竟然还挺不知耻的 要求国家给他们一次机会 2003年3月17日 广西警方突然接到神秘电话 对方声称一辆开往安徽的橙色客车上 发现了拐卖硬核的人贩子 警方还没来得及多混 对方就迅速挂掉电话 为了保险起见 警方立即对符合这个特征的车辆 展开排查 然而一天过去了 却连橙色客车的影子都没见到 正当警方怀疑 是不是有人恶作去的时候 这辆开往安徽的橙色客车终于出现了 警方立即将其拦下 随即上车察看 刚上车民警们就觉得不对劲 整个车上坐满了乘客 但却连橙一个人说话 见到警方上车 他们更是连头都不敢太依下 车上唯一抱着孩子的 是后排一个看上去 50多岁的重年妇女 孩子非常怪强 不哭也不闹 女人告诉民警 孩子是她孙女 刚刚喝了奶已经睡着了 但奇怪的是 民警却并没有在女人身边 发现任何婴儿用品 甚至连刚用完的奶瓶都没有发现 最关键的是 孩子睡得未免太香了 不管怎么摇晃 孩子都纹丝不动 随即警方又在行李架上发现了异常 架子上放了很多包裹 但奇怪的是 这些包裹大小一致 就连形状都差不多 上面都被统一剪开了几个口子 整整齐齐的摆放在行李架上 发现警方盯上行李架后 车上很多人都露出了慌乱的表情 为此警方更加怀疑 这辆车子有貌腻 然而 当他们身手出门的行李时 却被吓了一跳 里面的东西软软热热的 根本不是行李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婴 据统计 警方立即将车上的乘客控制住 随即将这些小婴儿 迅速送往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 这些小婴儿竟然全都被人为了汗免药 其中有一个婴儿因为药量过大 再加上长途颠簸 被装进塑料袋中太久 呼吸不畅 早已经没了呼吸 而经过警方的排查审婚 这辆客车上竟然隐藏了 十八个人贩子 其中最先被警察发信息呈的那名中年妇女 就是他们的头目谢德明 那么他们究竟是从哪里 弄来了这么多小婴儿呢 人贩子究竟有多可恶 二十八名刚出生的小婴儿 惨遭毒手 不仅被挥下大量汗免药 还被当成行李袋 装进黑色大垃圾袋中 卖往全国各地 直接导致多个婴儿死亡 那么这些人贩子的最终结局 究竟如何了呢 2003年3月份 正当警方全力调查 客车婴儿拐漫汗时 却再次接到报警电话 对方称称 在永福服务站的角落里 发现了几个塑料袋 里面竟然全都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当警方赶到现场时 这些小婴儿已经面不发自 呼吸微弱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然而当民警们刚把这些小婴儿 送进医院救治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一个出途的司机告诉警方 一对夫妇将一个行李袋放进后备箱 中途借口上厕所 结果却一去不回 司机到后备箱查看他们的行李 没想到里面装的竟然是小婴儿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13个小婴儿被相继发现 民警们纷纷怀疑 这是人犯子团伙作案 而经过不断的审讯 这个团伙的头目竟然就是谢德明 原来2001年时 谢德明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谢德明所在的地方比较落后 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 再加上当时计划生训 很多人生了女孩之后 觉得女孩占据了自家生男孩的名额 因此对女孩多有嫌弃 谢德明刚开始就是帮忙介绍 为此他将一些大城市想要女孩的人 以及不能生女的人当成客户群体 走上了贩卖女婴的道路 他以一两百元极低的价格 从那些生了女孩 却就不想要的人手中买到孩子 紧接着以极高的价格 专手卖给需要的人 这比他辛辛苦苦的赚介绍费来钱快得多 为此他开始不断扩大范围 拓展业务甚至与医院合作 直接有人生了闺女 并且不想要这些女婴 就会有人为他们通风报信 为此他的经营范围不断的过大 甚至连他的子女亲人也都加入其中 而他们逐渐组成了一个 销有规模的拐卖团伙 据了解 紧接着面一人经手的婴儿 就高达四十多个 而他们也因此赚得盆满不满 更加坚定地走上这条赚起的道路 无数刚出生的小婴儿 像商品一样被运往全国各地 最关键的是 这些人贩子压根就不把他们当人对待 因此很多小婴儿还没有找到买家 就已经命丧皇权了 而这些人贩子被抓后的无耻发言 则更令人感到气愤不已 这是人贩子被捕后的真实露向 他们不仅们就丝毫悔改 反而将自己的罪行归结会没有文化 家里太穷 还恬不知耻地要国家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他们比任何人都要明白 贩卖人口是违法的行为 这数据会这么说 就是为了打赶金牌 企图逃过法律的制裁 但法不容情 最终这起汉奸的主犯被判处死刑 其局从犯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然而拐卖婴儿的行为却依旧还在上演 2009年5月28日 在广西南京开黄北京的银辆列车上 乘警巡视时 发现几个妇女形机可异 她们明明不是哺乳器 却都抱着刚出生20天左右的小婴儿 而她们的年龄也并不就到当奶奶的地步 奇怪的是 其中一个原本正在给孩子会奶 看到赶来的巡警师 竟然慌张地把奶瓶放下了 而她怀里抱着的小婴儿却睡得格外香甜 一点也不哭不闹 睡着的孩子还怎么会奶 女人的这些行为很快就仅起了巡警的关注 因此很快对这些人展开了调查 起初几个人还假装不认识 但他们不仅坐好连坐 就连上车和下车的目的都一模一样 经过审讯 最终他们还是说出了事情 原来他们是专门为人贩子运输孩子的人 这一次他们的任务 是将几个孩子从云南运到石家庄去 孩子不哭不闹 是因为提前为了要的原因 据了解 他们的上线是云南的马克 下线是石家庄的一个名叫王兴华的女人 他们将孩子交给王兴华后 就再由王兴华专手卖给别人 得到这个线索之后 警方立即展开行动 准备将计就计阴出王兴华 按照决定 王兴华应该在车站的一个红色面包车里 然而等警方赶到现场后 却只抓到了一个名叫胡一年的男人 压根就没有王兴华的影子 原来王兴华怕事情暴露 因此派胡一年先来探路 还没等民警们寻混完 王兴华就打了电话 而王兴华也是在谨慎 直接被胡一年挽劫了一会儿电话 他就察觉到异常 立即转移了阵地 警方在胡一年的指振下 连续抓捕了六个人贩子团伙 但这些人里却都没有王兴华的身影 其中一个犯人按照警方要求 再次给王兴华打电话 没想到王兴华竟然假装不认识 立即就挂当电话 虽然通话时间短暂 但警方依旧敏锐地发觉 王兴华那边背景音比较嘈杂 像是在农贸市场里 于是警方立即对附近的农贸市场进行派查 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一辆红色面包车 里面的女人正是王兴华本人 之后警方以王兴华为突破口 连续追查到七个犯罪团伙 共抓捕了人贩子53人 解救了60多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 而这起汉奸也暂时告一段落 只是不知道 还有多少婴儿正在遭受非人的对待 还有多少婴儿没来得及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千年幻女会成一句话 人贩子是真该死呀